您好 欢迎收看5月1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祝强国小去年获得经费470万多元 整建至上楼阶梯教室还有厕所 完成之后呢 县长徐中贵特别在校长孙东志等人陪同之下前往视察 也参与了111学年度管乐团 真乐团及舞蹈班招生发表会的演出 欣赏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祝强国小是花莲县唯一非音乐班却设有管乐团的学校 随着至上楼阶梯教室完工 111学年度管乐团 真乐团及舞蹈班招生发表会 日前带来测试演出 县长徐中贵也在台下 欣赏管乐团 真乐团及舞蹈班的学习成果 灯光是美吗 还有吗 那那个 我气氛多了 跟以前的阶梯教室有什么不一样 气氛也不错对不对 好 那换一个答案哈 这里会比较舒服 哪个部分比较舒服 椅子变得很舒服 今天如果有很棒的一个设施跟设备的话 都要非常感谢县能对于教育上面 不只是只有对我们学校 对全华联学校的教育的支持 各位小朋友是不是可以借对了 小双手举起来 我们这里的掌声再次谢谢县长吧 在无论是我们的这个 专业场域 或者是在校园的场域 我们都希望校园能够得到最好的这个设备 提供给我们孩子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 能跟我们社区能够共同来使用 而让我们共好共融 所以在北花莲其实我们做了 我们除了做我们筑墙以外 对于名义名词以及仪昌这些的比较重要重点的 我们有这个发展 或者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学生都有学习 而且有阶级教室 音乐教室的部分 我们都全体的来强化 筑墙国小去年获得经费470万余元 整间至上楼阶梯教室及厕所 日前完成 花莲县府表示 另外还有补助宜昌 名义 名义 吉安 寿峰 凤凌 光复国小 和光复国中等校 此判让校内场馆符合孩子上课及运动需求 也能作为一文展颜实用 为孩童打造优质学习环境 继续讲帮演 华联系报导